2015年1月20号 相门成团治完成矫正手术 在这里给你恭喜 双脚呈现而行的成团治 患有先天性双膝反驱 全世界病例不到10个 花龄慈苑医疗团队仅剩以待 2014年3月 从相门跨海来台求医 两地志工接力关怀 第一个月就动了三次手术 我相信院长 对 然后就是很新啊 然后也就是什么都不害怕 10个月累经7次手术 反转膝盖 矫正脚踝 26年来终于能真正脚踏实地 2018年元旦披上婚纱 嫁为人妇 在人生最重要的一刻 院长爸爸也在身旁 谢谢院长爸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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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三年9月25号 成团至一家三口来台 历经高难度手术 至今不妨稳健 医疗与慈善接力翻转她的人生 我们三个 一家三口 第一次我是坐轮椅回来 然后这次是我脚踏实地走回来 我是想让院长爸爸还有事工商人看我 就是我守住回去后我还是很幸福 2001年1月20号新社国小正式启用 此季921希望工程新社国小完工启用 他们是第一批迁入新校舍的学生 自从921大地震以后 让我们班师的教室真的 有说不出来感谢 强震后校园毁坏严重 校长一筹莫展 得知上人在新社奔跑百米争取重建的机会 历经500多个工作天 新社国小有了全新风貌 走廊直通教室 上课风雨无足 两旁废土堆成的山丘 绿雨盎然 浸丝雨进入校园 散播正能量 处处看得见 希望在绽放 1993年1月20号 血癌患者寻求骨髓资料库建立 29岁台湾留学生温文林 赴美工读博士学会 1992年确诊血癌 当地留学生组织及志工纷纷伸出援手 号召宴血 合力寻找骨髓捐赠对象 可惜未有合适的配对者 同年9月他回到台湾 推动非亲属移植和访化 有骨髓部的国家 都是有相同的 所以说 因为我们生理了骨髓部的话 全世界都找到中国人 都能够走 以重病之躯 推动修法 1993年的本日 温文林前往花莲 拜会上人 请辞济协助血液病患 建构台湾骨髓资料库 1993年5月 立法院通过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正案 废除骨髓捐赠 限于三等清内的限制 五个月后 此季正式成立 骨髓捐赠资料中心 温文林点燃的希望之光 至今仍持续照亮人间 разр inflammatory 农兴 银ık医生 参加 Covid-19